市長 早安 雨晴又來了 韓國瑜早起在飯店吃簡單早餐 配上提神咖啡 接受本台獨家專訪 談到台灣現況滿是憂心 在受苦 這二三十年來真的是在鬼混 韓國瑜點出台灣最大問題 就是經濟不好 也直言三位讀法律的總統 把台灣經濟搞成殘廢 韓國瑜話說得直接 因為從他參選高雄市長以來 接觸基層傾聽民意 感觸很深 韓國瑜所思所想都是廣大台灣老百姓 他知道政治擺一邊全力拼經濟 但當被問到是否參選2020 還是老話一句 2020截至目前都不在考量之內 我沒有這麼厲害 兩年前我才在賣菜而已 而且我離開政壇將近17年了 17年我也不是什麼橫空出世的了不起的人物 自己要知道自己吃幾碗飯 對於2020韓國瑜不鬆口 但從他的一字一句都能感受到 韓國瑜希望台灣能有更好的未來 記者周瑜琴 葉瑋玲 美國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